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盘棋呢 是阿罕同山杯快棋赛 中日冠军的对抗 也就是说 这是中日两国的阿罕同山杯的冠军之间的一个对决 中方呢 是我们非常熟悉 也是当红小生 柯杰九段 日方呢 是河野玲九段 也是非常出色 很有实力的一位棋手 阿罕同山杯 也是目前来讲 也是一项非常传统的快棋赛事 那这盘棋应该说 其实一度啊 柯杰已经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但是最终 河野玲就是就差临门一脚 那导致柯杰陷入到一个危险境地的棋呢 就是从之后开始发生的 现在这个棋该黑棋下 我们可以看到白棋下面又下面这四个子 从出头来讲的话 它嵌着一手棋 从做活来讲的话 整形它也嵌着诸如此类的这个点过来这样的手段 而且现在还该黑棋下 上面这块棋 看上去白棋也是很有风险的 但是暂且由于白棋的这个眼位和借用还很多 棋型还是比较有弹性的 实战呢 黑棋二路一脱 正是从这一手棋开始 导致了白棋柯杰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正是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呢 才使得黑棋在此后的这个过程当中 占据了一个主动权 其实黑棋的这手棋是什么意思 我们首先还是要聚焦到右下边 白棋的这四个字 我们刚才说了 从整形的角度上来说 这手棋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相信有很多棋友其实是知道这个下法的 如果黑棋挡的话 白棋就从上面贴过来 然后再断 这样黑棋如果吃白棋这边两打之后 就得到一个很好的 棋型上的整形 如果黑棋挡在上面 白棋可以爬过 当然很多时候 决定白棋挡一个是否成立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在于 黑棋从上面压了之后 无论是断还是挖一个是否成立的 现在这样的话 如果文白棋在这个局部下棋 黑棋这个下法是不用担心的 无论你是从上面挖一个还是在边上断一个 白棋都是冰来降挡 水来吐烟 打吃 白棋就提掉 如果打 就沾上 接的话 白棋就从这边搬出来 黑棋这三个子吃不消 所以现在如果说黑棋要攻白棋的话呢 他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 如何有效的防止白棋从这点过来 但如果说你单纯的自己去补 那白棋他也不怕 他这边可以出头 所以关键的一点就是 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一代 白棋他是有 几一个诸如此类的手段 这边黑棋的这个形状整体来说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厚 因此实战的这一拖其实是在 是白棋的应手 年轻气盛的柯杰 自然是 自然是 会选择 这个会挑最狠的这个下法 去应对 搬上来 然后黑棋一顶 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黑棋的这个圈套当中 白棋把这两个子救回来 但实际上呢 这两下的交换 是对白棋整体这块棋的 这样一个厚白来说是 非常损的 因为到你进行了这个交换之后 这个黑棋粘上是先手 白棋需要打拔 然后我们再看两步 然后我们还是要倒回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白棋打拔做活 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的有了这个交换 黑棋在这边他就不是说自补一手的问题 他可以从这儿 小尖一步 把你尖断 那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这个图来看 假设没有白棋的这个跟黑棋的交换的话 黑棋直接走可以吗 直接走的话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问题 白棋这一带都有先手 你黑棋根本就断不掉白棋 这就是关键 好 再往前说 如果白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恐怕也不会意气用事跟黑棋较劲 而是在黑棋拖的第一时间 赶紧转身把自己这上面打拔了 这边呢不要轻易的去做这些交换 那这个时候 即使黑棋在这多一个字 黑棋还是不敢轻易的在这边动手 他不敢造次 白棋这个棋还是可以保持 他既有二路透点整形 又有外面出头 这两个选择 这块棋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安稳的 假设实战是这么下 故事也就没有后续的这么精彩了 好 那我们我们还是看一下实战 白棋搬 黑棋顶 白棋粘上 黑棋粘 拒绝后柯杰的这个自我的一个解析 他自己说右边的这个死活 他是看错了 那其实右边这个死活难度系数并不高 或许站在柯杰的角度是否有一些轻敌 这或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然后这一间 但不管是否是真的白棋有轻敌这么一个概念的话 当黑棋见到这的时候 他应该已经意识到了局势不太对劲 那这右边是什么样的死活 让柯杰产生了误算呢 我们再接着看 黑棋冲 然后 白棋一斑 黑棋断上来 这个时候 白棋为求做活 点 所以我们旗有会发现啊 这个二路点一个是围绕着这个棋行 尤其是有取证了之后的一部非常实用的手段 我们有些时候看高手的棋 很难去具体的学他的一朝一世 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些非常实用非常常见的棋行的时候 我们不妨去学习和借鉴一下他们的这种下法 就像这个我们在这盘棋当中反复强调了这一手棋 即使此时在陷入到一个微局状态的白棋 他也依然可以采用这样的这个手段 黑棋是不能挡这个挤了一挡下来 黑棋气只有三口气 英雄气短 黑棋压过来 白棋一扒 再一扳 在这个局部 科捷以为有这个先手之后 这个棋就是活棋 这是他可能自己产生的一个一个误算吧 本来如果说没有这个扳很简单 黑棋这一路一扳 你虎我就点死了 所以他会误认为 有了这一手棋 你黑棋扑的话 我就坐一眼 这非常清楚 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 当你这个棋 就像我们后来实战 看情况 黑棋现在最重要的是 他把你白棋一分为二了之后 这三个子 他的目数价值非常大的 即使现在 科捷意识到了 这块棋死活存在着问题 假设自补一手的话 那下一步棋 黑棋比如说 就简简单单的 我们都不下这些靠啊 这些很积极的下法 就摆一个最简单的飞正过来 这块棋突然一下黑棋 中间我们可以看到 长了有将近二十木 甚至还要更多的木数 那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 突然一下有这么大的一个 木数幅度的增长 白棋接受不了 当初还不如不要这两个字 这背两个字被吃掉 也无非就是 加上这边的木数 就五六木棋 绝对不能忍 所以 这个 棋界的第一人啊 他是必须 要在自己 犯了错之后 迅速的调整心态 假装 什么事都没发生 一样 继续下 这个时候 可能在心态上啊 反而会给对手一个震慑的作用 对手会 作为相对来说弱势的一方 他可能会怀疑一下自己 难道是我有判断的失误吗 难道对方已经看到了这个棋 但是他觉得 依然是他好下吗 这种时候 其实就是一种 心理的一种对战 这些方面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个棋手 我们看他不是看他的年纪 而是看他在大赛上的这种经验 丰富的程度 可见柯杰在经过这两年的 这么一个不断在世界大赛舞台上 下棋的实战的累积经验 非常的丰富老道了 所以此时既是他已经意识到问题 但他还是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一样把这个该争胜负的棋走过来 当然这个局部的死活 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可以去扑不行 刚才说了 如果搬这的话 白棋猴一个也是火棋 所以 敌之要点 即我之要点 点进来 这样一来的话 白棋 沾上 可以起一小尖 看得很清楚 然后再一搬 这个局部就形成了一个结针 毫无疑问 这个结对于黑鞋来讲 几乎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在这个开结之前呢 黑棋先顶了一下上面 跟白棋交换了一下 其实能开这个结 对于黑棋来讲 可以说胜算 胜算是非常大的 因为上边白棋这块棋 它还没火 但是恰恰就是 因为后来啊 黑棋的失败 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 如果他能够在下边找一个 很清楚的结材 而白棋不得不消结 然后让黑棋把这边吃掉的话 黑棋其实是 离胜负只有一步之遥 但后来实战的进程呢 由于手术过多 我们就不一一的详述了 大致的结果就是 黑棋在这边找了一个 自以为能够吃掉白棋的结材 被白棋消结之后 但最终呢 又被白棋活了回来 所以黑棋等于 多了一个大圈子 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过呢 从这一首棋 黑棋的这个下法 包括后来这个整体 白棋如何应对 再到这一首棋 心理素质的体现 都很完美的 向我们呈现了 这个职业高手 他们在这个世界大赛 决赛舞台上 所体现出来的 非常精彩的这些片段 好的 各位棋友 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四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盘棋呢 是取材于春兰杯八强战 中韩对抗的一盘对局 黑棋的一方 是中方年轻的小将 孤子豪武段 白棋呢 是韩国的成名已久的 也是 但是呢也是非常年轻的棋手 金智希九段 现在旁边上的子 还很少 处于布局的 这么一个衣食的状态 此时轮白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局部 当初呢 白棋是二肩高挂 黑棋飞 然后他选择拆边 之后后来 黑棋在这又飞了一首棋 也是非常有 莫属价值的 这么一个转换吧 白棋强调的是速度很快 但是这首棋的 跟黑棋的交换啊 他为后续的这个下反呢 也是埋下了一些伏笔 其实要论此时 场上比较有价值的 这些大厂的话 还有很多 比如说白棋的手脚 在这边去拆边 或者这个右上脚 近脚 都是白棋去 可以去值得去思考 去选择的地方 实战白棋的下法 毫无疑问是采取了 比较积极 而且呢 也是充分的施展了 一个局部的 这样的一个小手段的气 也让我们看到 原来在这样的一个局部当中 白棋还有这样的下法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聚焦点 放在下边 黑棋这一块棋上面 其实看上去黑棋的结构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完美的 如果说要以破黑棋空为目的 那白棋的打入可能是我们第一感 会去考虑的这样的下法 他可能觉得 他可能觉得 黑棋 稳稳荡荡的这么一扎钉 白棋显得有点无趣 你只是把这个字跑出来的话 平天一块枯齐 右边呢 这边可能还给黑棋 又因此会多了 诸如此类的这种借用的手段 破掉的只是你黑棋 史莱木棋的一方控 这个价值相比 爬面上其他的大厂来说 并不会更有 让白棋产生吸引力 那有什么积极的下法呢 实战白棋 从心味上碰了过来 这手棋似乎 与这个子产生着某种联系 但是又似乎 让这个形状上 让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棋感 会觉得 原来这个棋可以下在这儿 当黑棋一挡的时候 白棋再连斑 这些白棋的意图 就是想充分的利用到这个子 然后 既然你黑棋 已经在二路上 又加补了一手 那么你这个无忧角 就让你去围 我呢 只是想在这边 以一个比较 有效率的方式 把你的空破掉 但是从这一招棋来看的话 其实白棋的这个选点 我想还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面对这个无忧角 我们在惯有的这种思维方式当中 白棋可以去选择的 无非是从这个二路拖 再到三三拖脚 或者如果要强调外围的话 它会从这边碰 而鲜有从这个位置碰上来的下法 我想其实 这也许是 高手 他们在一些特定场合 能够下出让我们 会感到很惊讶的棋 这是因为 他们本身对于 这一个局部的认知 认为的深刻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 什么样的棋 适应于什么样的场合 而在这个场合下 如果找不到 在常规当中合适的下法 那么我就来创新 碰上来 然后可以进到 其实这或许也是受了 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的 这样的一种启示吧 人工智能下的很多棋 都会让我们第一感 会产生这样的感慨 原来围棋还可以这么下 此后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职业高手 他们在棋上体现出来的 这种下法 都是 可以说是在 像比自己棋力更高 或者说 被我们尊称为 这个阿老师的阿发购 一种致敬 同时呢 但是呢 我想这也是一种正面的 改变 或者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吧 职业高手不是在为自己 嗯 输给了计算机 而在这样的一种 懊恼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 嗯 心态失衡上面去纠结过多 当然 这个失利 这个失败在棋盘上体现 总会让人 心情上难以接受 但是 我们看到的更正面的东西 是他们在棋上 用自己的方式 展现出来的 嗯 得到计算机 启迪之后的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下法 然后 白希再一档 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白希它是充分的 把这个子 发挥到了一个 极致的作用 我们下棋 每下在棋盘上的一首棋 它都应该产生 它自己应该有的作用 其实 围棋跟象棋 和国际象棋 它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 围棋本身 它是不设限的 它每一颗子不像 国际象棋和象棋 都是已经设有一个 很明确的身份等级 象棋里面有这个 有将有士有兵 它们每一步棋 或者说每一颗子 在没下之前 就已经设定了 它的这么一个范围 但是围棋并不是这样子 围棋你在下在棋盘上的时候 它这个时候可以是 一个简单的拆边 但是当你把它运用好了 你可以用它来 唯控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 陷入危难的时候呢 有可能这两个子 又会变成你的负担 会被黑棋攻击 围棋相对来说 它的变数更大 也更难以去掌控 但是也正是因为 如此吧 才让围棋有如此的魅力 所以其实我想起 这个国家队的教练 于兵九段 他在有些时候 在给我们授课的时候 会反复强调一点 也是他的一句 非常有意思的名言吧 就是 你的棋一定要长在棋盘上 那怎么理解 长这个字呢 这个字 其实用来形容 在棋 长在棋盘上 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我想是 非常接地气的 大家可以很形象的想一想 这个棋你下在棋盘上 怎么能够让它长 其实意思就是 你要让它 下在棋盘上以后 充分的 发挥它自己的效用 让它就 犹如 自然生长一般 在这个棋盘上 嗯 我们不说 意义光辉啊 像 繁星一样 闪烁它的光芒 但是呢 起码它能够 充分的发挥 它本该 发挥的作用 这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 由此 另一个方向 体现出来 很多时候 我们下棋 会忽略 它棋子 本身的 这么一个作用啊 就比如说 当初的这个 白锡尖充 跟黑锡小飞 完了之后 很多时候 这个字 我们如果不明就里 以为这就是一个交换而已 但是 实际上 它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还可以有更多的利用 然后 黑锡断 再一碰 白锡的这个下法 以气掉这个子 为 借机 然后 把自己的形状整好 这一手棋也是整形的关键 如果你这个时候 虎在这儿 被黑锡一爬 那这个形状整体的 又会变得非常的重 而找不到眼味和弹性 所以下棋 这个棋型 是非常关键的 白锡碰上来 黑棋长 然后 然后我们看到白锡的下法非常的紧凑 扳 然后 再一连扳 这样呢 我们看到啊 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 黑锡打吃 吃在这儿 上面这个打吃它可以先保留 因为 还有可能从这儿打 直接 单靠一手 黑锡切记 现在是不能拐的 否则 被白锡打了一贴 这三个子就被吃掉了 那有了这个靠以后 白锡的出头 就很畅快了 它实际上是 给黑锡设了个圈套 让你吃 当然 黑锡在这样的一个水平上 肯定也能够 很明确的 了解到对方的这个意图 然后黑锡从这边 打了贴下来 白锡搬 黑锡吃 这个时候 白锡它不是粘在这儿的 如果粘在这儿的话 白锡自身的这个 形状 又会变得 非常的重 而且黑锡还可以 从这儿一吃 你打我走 你走这个我走 你如果 提我在一提 你粘住我 有可能黑锡会强吃你 白锡从这儿 吃过来 黑锡一提 我们看到 高手的锡非常的灵活 刚刚还在这儿寻求 骑行上的这个 眼味的扩张 转眼间 你在这儿下了抢手 我就把自己的子 转到这边来 黑锡团跟白锡吃交换 由于被白锡打到这一下 黑锡想要硬杀白锡 这块锡是不太现实的 其实从白锡的这个实战的下巴来看 从他碰过来 然后求活在黑锡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很直接的方式来做活 就体现了韩国棋手很务实的这么一个棋风 其实在布局阶段的话 应该说相对于整盘棋的这么一个阶段 是比较宽广 或者说是可以充分体现一个棋手风格的地方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比较积极一点的 比较务实的下法 就是像白锡实战的这个下法 也可以选择均衡一点 自然一点的 这种让棋 相对来说 战线会拉的更长一点的 比如说这边手脚 或者说把这边自己补好 都是一个可以去下棋的地方 而不是说有绝对的好和坏 那这个时候就体现的是白锡的这个风格 然后白锡这一扒 这个时候黑锡如果顶的话 白锡这边提了 扒了一粒 已经是一个可以看作是活形了 因为这边有个提一个 实战呢 黑锡从这边脱了扒交换 脱了虎交换 就是在做一个结征的这么一个棋型 他为的是想考验一下白棋 主要是黑锡自己觉得这个棋 现在如果说自补一手的话 太没意思 所以他不妨呢 就把棋下的更加的就是紧凑一点 然后下一手棋兼 如果说被黑锡提过来的话 那比起黑锡在这补一个 对白锡这块锡的威胁和压力会更大 所以实战后来白锡就粘住 那这个局部就算是告一段落 白锡当然也非常的有收获 从这个比较创新性的这个下法来看 他在这边把黑锡的控成功的破掉了 好的 这番棋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